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事吧 大爷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把我撞到了 不是我撞到了你 大爷 不是你是谁 别想没你 嗨 我是大树君的朋友Joke 当看到好心扶老人的女生 反而被讹的时候 大家会怎么做呢 大爷 你没事吧 你不舒服吗 哪 嗯 先起来吧 大爷 你把我撞到了这门 不是我撞到你 大爷 不是你是谁 不是 我刚刚看你在这倒着 我过来扶你 大爷 你再想想 不是我撞到你 大爷 大爷 你没事吧 你撞到我的门 不是我撞到你 你撞到我的门 不是我撞到你 你先起来 不是你是谁 大爷 我求求你了 好不好 你先起来 真不是我 大爷 不是你是谁 求你了 真不是我 大爷 你怎么了 大爷 你没事吧 不舒服吗 你把我撞到了 不是我撞到你 大爷 你把我撞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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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你先起来好不好 嗯 就是你把我撞到的 真不是我撞到你 大爷 我刚刚看你在这倒着 我过来扶你 你看身边没人 不是你是谁 真不是我撞到你 大爷 我刚刚过来扶你 哎呀 你先起来好不好 你不舒服吗 大爷 起不来 大爷 我扶你起来 大爷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起来 你把我撞到了 你把我撞到了 不是我撞到你 不是你是谁 别人 没人 不是大爷 我放心看你在这坐着 我过来问问你 你不能讹我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不是我 没事 我也不 我死了 我也刚刚想扶他 我一看你高疗 我还这样 我都敢扶他 你说我们叫警察 让你去你送医院好不好 是 好不好 大爷 有监控吗 那不行 你打110报警就去 打110报警 这边都有监控啊 怕什么呀 是谁是你 是你事你也跑不了 大爷 你没事吧 喂 喂 你把我撞到了 不是 我撞到你 就是你 起来 大爷 起来 我求你了 大爷 你怎么上医院 你快走 你快走 哎呀 什么担心 真的 大爷 真是 他硬撞了你 你才不是 他二点关费了 谢谢你啊 我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大爷刚刚不舒服 哎呀不 给你打个120 真不是我撞到你 不是你这些 把我撞到了 不是不是 你也小门长这儿 我去看我去 那你看咱们 小门长这儿呢 那先起来好吗 你哪儿不舒服 大爷 你哪儿呢 你哪儿不好受吧 你谁哪儿不好 哎呀 我妈把你护起来吧 护起坐坐在这儿 妈把我推着呢 真不是我推着你大爷 我就看你这人坐着 人家是好心给你 你要扶你的 怎么能是人家给你撞到人家 看人家都看见了 大爷 我把你护起坐坐就好了 没人撞到你 是你自己搞的那儿吧 来 来 快点起来 你先不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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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大爷 大爷早上来撞到你 你要撞到你 你要撞到你 干什么 干什么 我可以坐在那儿 过来扶你的 我就是看着他 过来扶你的 大爷人家说了 不是我 起来吧 大爷 起来吧 你是不是摔 摔头了 起来 能不能起来的 可 你可别这样 年轻 我们年轻人都不敢做好事了 吓得我跟你说 你没事吧 你不敢做 你不敢做 姐姐也不是 你好 我们是新媒体大树军 我们在做一个社会实验 就是说 如果我被他讹了的话 看有没有人帮助我 真的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社会有没有这个重重点 对 还是有好人在的 谢谢你们 谢谢 那就好 他没事就行 没事就行 谢谢 外下人 谢谢 哎 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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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手提包 遗落在河南街头 结果会怎么样呢 微信公众号搜索大树军 回复河南 收看我们在河南拍摄的社会实验